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就读于Western西安大略大一专业是Beat Moss 自己最大的优点呢就是乐观 有的同学觉得自己背景离乡 一个人在这个孤单的城市里会感觉到非常寂寞非常难受 但是其实不管你到了哪里 你都可以找到值得你微笑的地方 我最喜欢的颜色呢就是黄颜色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温暖 就有一种阳光的颜色 以前有参加过一个帮助残疾人的义工活动 具体的工作就是帮他们分发食物呀 然后欢迎他们到来呀 给他们分发水呀 按他们进餐 跟他们沟通 最后打扫卫生这样子的 然后虽然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有些震撼 被他们这些坚强复习的这种精神给感动到 然后我觉得他们是一群需要帮助的群体 而我正好能给予他们这些帮助和关爱 这样就让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到了有一种满足感和快乐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行为是一种能传递正能量的行为 我会跳舞呀 做饭呀 弹琴呀 下棋呀 我最喜欢的还是弹琴 弹古增 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了的 现在古增是十级 这些人是一种能够帮助的 除了自己的 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做它 她是一个很好的女孩 我们变得很近 她是我的大姐姐 我从来没有遇见 她从高中学到高中学 都比较舒适 我现在感觉到她的家里 我认为Celia有最好的能力 她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请勿认为Celia 郑西子 她是一个 就是可以给人特别多 欢乐的人 平时在生活上 还有学习上 都特别帮助我们这些朋友 是一个有正能量 可以让身边朋友 都感觉特别安心的一个人 郑西子加油 大家问到朋友 郑西子是我认识 所有中国朋友中 就爱笑的一个女孩 然后呢 她总是给身边的人 带来快乐 而且挺关心人的 也是一个非常搞笑的女孩 她又爱跳舞 比如说她经常走着走着 就会在路上跳起来 大家支持她 郑西子加油 Celia is not only very hard working but a very friendly girl and approachable Please vote for Celia for the best smile 她很爱她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她的家人 对朋友也特别的好 Hey everyone Vote for Celia She's awesome and she's the best Yeah vote for her 我觉得对她印象最重要 有两点 第一点非常的善良 第二点非常的乐于助人 平时有什么困难 找她帮忙 她立马都会答应 然后说到笑容灿烂 我觉得没有人的笑容 能够比西子更灿烂了 特别是在碰到 好吃的东西的时候 西子的厨艺也非常的棒 做的东西都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美味 所以西子加油 Vote for Ce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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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te for Celia